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說一下公屋 你今天的公屋好像很多人說 因為我看到新聞是頭版 有報紙拿它做頭版 就說有料爆 爆什麼? 原來很多公屋放在這裡,沒有人要 沒有派給人 不是吧? 怎樣都好,先給我們一個Like 好啊 5元雞,Patreon沒有廣告 好啊 盡快我們帶一些新的資訊給大家 對嗎? 我看到報紙大致標題 就說踢爆公屋空置 就說房儲是不是真的不理呢? 因為香港這個問題 住屋問題也是非常嚴峻 東方說房儲死撐正常 公屋空置單位雕吉 我不說雕空,雕吉 那麼 房儲竟然說沒有問題 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呢? 怎麼會啊? 怎麼會? 其實大家都會在這個位置 怎麼會沒有問題?怎麼會正常呢? 我們說的輪候時間 公屋輪候時間這麼長 我們超哥,特首李嘉超也想著 經常都開口說的 叫什麼? 凍結輪候時間 那你怎樣可以解決到 凍結到時間 就是把提供房屋的速度加快 那你怎樣提供速度加快呢? 幾件事 第一,是不是蓋得快一點? 蓋得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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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年蓋得多少個單位 可以吧 那你才有機會追到 有機會啊 有機會追到 那但是 你現在這些擱了的位置 出來 沒有人住 你又不是拿出來 派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而純粹 就可能不敢放在那裡 那跟政府那個施政 或者他們打算解決住屋問題的方向 又好像不太一樣啊 那所以呢 這次我們看到報紙 就著這件事 出來研究一下吧 更加說到有些 長者單位公屋 即是那些一人單位 嗯 對,一人單位、長者單位 六成 扔在那裡 都沒有人住的 而說到那些偏配系統 偏配的策略 都是有點亂農的 那是否真的這樣呢? 我們來看看 也有一些 拿到公屋單位的港媽 又出來說話 究竟說些什麼呢? 這次又是讚啊 還是彈啊 我們來看看人生勝利組 這些叫做 拿到公屋的人士 他們是否真的勝利 現在先跟進 究竟有多少公屋單位 扔在那裡 沒有人來呢? 或者沒有人要 或者沒有安排上樓呢? 而為什麼房署 就覺得沒有問題正常呢? 報紙 特地拿去做一個專欄去說 因為現在 其實知道 香港 上不了樓的人 買樓啊 說的是 買樓啊 上不了車 上不了樓的人 都是很多的 是吧? 有多少呢? 我們之前報道過 住在這麼熱的天氣 很熱的底下 走去住 劏房 走去住 那些叫天台鐵皮屋 那些人寧願睡街 走去睡醫院 我都不想回到那間屋 為什麼呢? 焗爐 扇扇房 你說開冷 不是我不肯開冷 開冷 也沒有用 是吧? 你根本 整個環境都不容許 不是一個非常良好的居住環境 我們的特首 甚至乎習主席 都出過聲 你要想辦法 盡快解決到 香港人的居住環境 住屋問題 是吧? 尤其是年輕的 年輕一代 他們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住屋 其中一個是 用回他們的說法 就叫做重中之重 是吧? 你 呃... 有人就是這樣 修身齊家 自覺平天下 是吧? 那些年輕人讀書 跟著 但是住那方面有問題 醫食住行 這些都是關乎屋的問題 所以 報紙覺得 喂... 你看得到 現在原來 有團體 走去估算 香港 最少 有八百個單位 是雕吉多時的 就是棄在這裡 沒有人住 沒有人理 也有記者 特地 遊走 觀塘 和諾村 這些地方 去視察 只有 說到 和諾村 發現到 有十二個單位 是棄在這裡 丟吉的 那 就... 佔總單位 數目大概 0.63% 那 記者就 走著這件事 去問一問房柱 喂... 怎麼看啊? 你... 我們就這樣 隨便在我屋園 屋村 我都發現到 你有十個八個 甚至乎更多的單位 扔在這裡 丟吉 那你這些單位 用來做什麼呢? 那房柱呢 就說 報紙寫啊 房柱質疾死撐 指出公屋單位 由收回到編配期間 會出現短暫空置 是屬於正常現象 那如果 由他回收到編配 是需要時間 那這個時間是有多少呢? 如果他回收速度是比派出去的 就會有一個現象 就好像報紙寫了 嘩... 你有很多單位 扔在這裡 那... 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代表他們房柱 仍有進步空間 在編配上可以加快呢? 當然啦 有人就說 你以為收到單位 就不用收拾嗎? 是吧? 有很多是舊屋 即是舊屋村來的嘛 裡面可能涉及流水 裝修間隔 還原得很帥 需要找工人去幫忙處理 那你翻新一個單單 不是叫你裝修 那你要翻新多久呢? 那是不是要翻新一年? 半年? 三個月? 四個月? 那這些全部是合約工程來的 基本上一色一樣的 那些帽子 那些材料都是那些東西的 不用刻意擲一些漂亮的場子 不用擲一些漂亮的東西下去的嘛 所以 就著這個問題 報紙呢 或者有團體呢 都非常關注的 就著這些空置的公屋單位 就有個調查 有個結果出來了 結果發現原來有45個入伙 40年以上的公屋屋村 哇 40年以上是很舊的 是不是呢? 都算是 有一共 874個空置單位 即是全香港住的人 40年以上的公屋屋村 有八百多個剪了出來的單位 當中 還要有一半 即是四百多個 是棄了在這裏 雕空一年以上的 而觀塘區呢 佔的比率呢 最多 36% 哇 如果這樣呢 即是有屋沒有人住 有一大半 你想想這堆屋棄了一年 做什麼呢? 中樹 房柱說正常 是啊 房柱說正常 他說要偏配 其實這件事可以看得到 記者就這件事告訴大家 你一半單位 四百多個單位 棄了一年以上 你房柱根據你的說法 就是你需要等時間去偏配 那你一年都偏配不到 這些單位給人 所為何事呢? 那有記者 更加去觀塘看 他說 純粹靠眼睛 走去看一看 那些屋邨的外 用外部去看上去 就這樣看出去 那些單位 數到十幾個 是在那裡 他說 有些想著 是不是翻身完出租呢? 但是有些人被人感覺到 原來是做儲物室的 不是吧? 做儲物室 那你舊還舊 舊都可以租給人 那有些人就說 這些屋 分分鐘 是用一些 叫特快偏配單位 特快偏配單位 大家都知道 通常被人 叫做厭惡 可能曾經發生一些事件 導致這些單位不受歡迎 但是 你說純粹舊 四十年以上 那你四十年以上都有升降機 香港的公屋 全部都有升降機 現在 對吧? 那 不會說 好像唐樓一樣 不會說 這些是七十年樓來的 你沒有升降機 你們住不住 不會有這些東西 已經有都拆掉了 對吧? 那些多少座 多少座 那些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 就算舊極 at least 都是有升降機 那你說可能 真的 好像 舊到 什麼? 是吧? 觀塘上面那些樂華 還是什麼東西 很舊式的那些 一梯很多火 四十幾個單位 是小就小一點 舊就舊一點 但是 我們看到有很多年輕人 買了 或者叫做 曾經租了 那些公屋單位 甚至乎 然後就租借旗屋 買了回來 然後 走去做 裝修 裡面又弄得很帥 當然有人拍 哇! 你跟外面走廊差很遠 但是 其實都是能住得到的 在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找一個正常的居住環境 沒有 那麼 你為什麼政府 房署 這麼說 房署 就 擺了這麼多吉樓呢? 因為記者 遊走了牛池灣彩虹村 大埔廣福村 觀塘順利 還有柴灣興華 興華二的那些很舊 也是很舊 但是也能住人 是不是? 發現 自然啊 不少空置的公屋 全部很多都棄了在那裡 過一年了 房署 就解釋了 他說 因為你收回來 到他派出去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原因 短暫空置 但是 這一年 是不是叫短暫空置呢? 如果按政府現在 他們的方針 我自己覺得 都不夠快的了 你如果要一年 你才可以派出去 甚至乎一年 都還沒派出去 那你怎樣可以 凍結到 那個公屋輪候時間呢? 因為你這百多個單位 已經是建好了 一直在用 沿用了四十幾年 你 我當你政府 為人翻身 你都不用那麼長時間 轉眼眼 你就可以騙出去的 有人就可能說 這些舊樓 哪有人願意要呢? 兩樣問題 他舊而已 他不是不受歡迎 不是因為死亡人 有什麼兇案 那些問題 純粹是舊 你走去排輪功屋 我們可以看到 網上有些 新又說嚴身 又說軟 又說做開荒牛 是不是? 好啦 每個人都打算排市區 那就給他們這些市區單位 你不要跟我說 舊鹽舊又不要 有些人 很多人會說 嘩 大哥 你現在輪功屋 你可以選擇嗎? 你這麼多可以選擇嗎? 你以為自己買屎人樓嗎? 對嗎? 很多人會說這些說法 所以我覺得 是否考慮因素太多 或許 或許多或許 可以讓別人選擇 所以 導致這些 叫做 沒有人要的 賣淨 全部都放在這裏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報紙現在說出來 這個情況 都值得 令人擔憂 究竟 這些東西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報紙繼續說 原來當中 有很多長者的單人 單位 放在這裏 其實說 房署 在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推出了長者住屋 簡單一點 就是把大的單位 改建成為一人單位 但是 之前我們報導過 在西灣那裏 有一棟很新的 有人配置了 說要共廚房 那些單位 共廚共廚的單位 被人感覺上 不行了 我怎麼住 是的 我明白的 你說 如果 跟隔離屋 幾十 我不知道幾多個單位 共一個廚房 和一個廁所 你現在叫人 怎麼用 是不是 給人感覺上 嘩 什麼年代 大哥 真的有 但網上說 有的 你們沒見過 我不是說 沒有 我也有 不過原來政府 蓋了這麼多這些 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被人說 不適合 當然了 疫情底下 誰跟你共用廁所 大哥 哈哈 對不對 你也明白 這件事 所以 有 申訴專員公署 主動調查一下 現在上述這些公屋 所謂的改建一人單位 和設計類似 長者住屋的單位空置率 高達六成 亦都有非長者公屋申請人 未參與特快公屋配置計劃 但是 被偏配長者住屋單位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說 你想想一些 隨便 什麼屋都住住 你給我一個鬥 你可以參加特快公屋偏配計劃 但是 有些人沒有的 我不想要住一些古靈精怪樓 我想你偏配一些正常的樓給我 但是 他竟然 就獲配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些長者住屋 即是共儲次的單位 令到 這個報告指出 房署的偏配 是混亂的 但是 有人就說 房署 你這個計劃 長者住屋計劃 將這些單位 改成獨立公屋單位 改來改去都好像改不了 改了二十年都改不完 嘩 有議員批評 整個進度是緩慢 房署 需要克服技術上的困難 就不要浪費公屋資源 這件事是對的 其實現在究竟 有多少公屋 真的 或者叫做 長者 需要再住這些單位 其實某程度上是沒有的 應該這樣說 不多 你按比率 需要一個正常單位大 你一個叫做 share 廚次的單位 大哥 我現在不是住的 叫什麼 backpack 出去旅行 那些 睡個床位 那些 我不是要去那些 很多人會想 如果是這樣 不如去住老人院 我需要這樣 我還是租個床位 尤其是 你比較年輕的 那些 你編這些單位給我 簡直是 難聽這些說句 你欺負我 你耍我 你耍我 是吧 供廚次 我一會兒幾家 幾人幾戶 一會兒幾多尷尬事 旁邊住住個男人 然後單親家庭 媽媽拖著女兒一起住 那怎樣去洗澡 是吧 供廚次 你想想 這些情況是很嚴重的 現在 政府 防署 是不是有需要 將這些單位 重新又改建一次呢 將它還原回正常單位呢 所以報紙 現在 都說到 你現在 雖然減產 但是 導致很多 空置的單位 擺了出來 我們說 不能選擇而已 但是其實 有時候 你配到一些不好的單位 你都會不想選擇 好像在網上 現在說 有個港媽 就說 獲派 很棒 它又不是 那些共廚次單位 是甚麼單位 天晴村 空宅 這樣 嘩 被你配到一個空宅 很頭痛 還要 這位港媽 馬上找回資料 這個單位 原來 之前那個住客 是吊頸自殺死的 嘩 嘩 空宅 嘩 那多少錢租 1900元租 那你住不住得下呢 唉 真是 窮鬼惡 還是你惡 很多人就說 香港人怕甚麼 最惡就是窮鬼 是啊 沒有得你住的時候 你甚麼屋都要住 你現在有得你選擇 天天擔驚受怕 到你煩的時候 是煩沒有錢 還有沒有屋的時候 其他所有事 都不是的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先看看 因為 有一個香港媽媽 獲派了天水圍天晴村一個單位 月租 1897元 有得找的 即1900元有得找的 但是房委會的配信 即是配屋的信上面 就列明 這個單位有特殊的情況 於是呢 他就上網去查資料 經見 嘩 房廚 你做些這樣的東西給我 裡面 這個單位 是有個女生 曾經在裡面 吊頸自殺 嘩 真可憐 好甚麼的 大家都很敏感 嘩 嘩 女生 有人馬上會想 嘩 會不會是 帶一些怨恨在裡面呢 大家開始無限的聯想 這位家人 即是港媽 原先 她說 她苦等多年 整家人一直住在天水圍 想著 獲配發園區的公屋 好吧 她說 一收到房主說 她可以給你住天水圍的天情村 那時候 她說 開心到盼首獎 正所謂 真是得上所望 那倒是呀 房主說 你要住天水圍 給個天水圍的 我帶給你 她說開心到 就給她一個空宅 是呀 不過呢 信上面 這條油菜叫做有死個人 是呀 你要 你要天水圍 我就給你天水圍 不過你沒有再附加條件 我就給你附加條件 就是 有特殊情況 結果 她自己看 這個單位是空宅 曾經有女子在2012年11月中午 在單位內吊頸自殺生物 是不是穿紅色衣服 有很多人就關心 究竟是不是穿紅色衣服 真的呀 不知道呀 十幾年了 這件事 有獲編配單位的港媽 說到家裡有兩個小孩 擔心空宅影響他們成長 她呢 斷言 放棄 今次偏配的機會 哎呀 自己不要呀 她指出 發生過自殺的單位 要不得 她認為一定是沒有日安寧 她說 她給自己一些安慰說話 哎呀 都等了這麼多年 不相差再 希望呀 可以派一個好的單位給她 那有人就 說呀 你呀 放棄都對的 因為 如果老人家 他自然走了去那些 這些都可以想 那沒事的 好像 但是 老人家通常在醫院走的 不是 有些是暈倒在家裡 都有 那些啦 但是呀 有人就說 吊頸是怨氣很重的 就無謂自己擔驚受怕 尤其是如果很在意的話 你就算沒有東西 我心裡面永遠都認住有東西 對不對 有些人說 住空宅問你害不害怕 我不害怕 其實呢 你說了我不害怕 你真的害怕 你裡面有東西 直接 你會想的 提都不提的 那些是 好像有些西方人走到墳場 你問他怕不怕 怕的概念沒有 沒有概念 他在那裡野餐的 下午在那裡看書 吃飯 坐在別人的墳上 人家是這樣的 那些就真的不害怕了 人家問你怕不怕 你說我又這樣 我又這樣 其實你考慮過 你說你不怕 你的口說不 心裡很誠實 是 你有盤算在那裡 你有盤算就代表你害怕 還有你會經常有很多事 你會把那些事 引進去那個地方 本身是死的人 將它合理化 其實你這樣說 導致自己住得不開心 所以那些人就說 算了 你自己怎麼都會認住 但是也有人說 不怕什麼 如果我是你 就要了他 又不是你害他 這樣 什麼如果 很多在網上的人都說 你女兒不要我要 都沒有你的份 如果 不過有人就說 他自己都住在空宅 他說他自己的 坐向向東 日出的時候 對著太陽 所以他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人很有趣 在這些住的地方 其實在香港 你的房子都是那些房子 你想想 你想想 會有機會 導致發生一些案件 或者死人的機會率有多高呢 那時候 我們看一套 叫做 蘇豪 什麼 然後他在說 蘇豪最後一項 蘇豪最後一項 阿豪爺 你有看嗎 你有 你經常說 那套戲真的很好看 他問過包租婆說 這裡有沒有死過人 他說 在倫敦 這些百年大宅 我想每一間都死過人 即是沒有壓力 香港真是 哪裡沒有死過人 沒錯 真是紅磡都猛鬼 唉 你要說這些 香港經歷過多大大小小的事 你要說開埠多少年 對 你算這些數 根本嚇死你了 基本上你要 你要 說沒有 選一間clean的房子 行 你就選一間新的房子 是吧 但是你始終是排工房子 很多東西不得你說 剛才我們說舊的那些 四十多年那些房子 難道那棟大廈沒有死過人 沒有 即是你沒有可能沒有 一定有的 但是 大家會不會很在乎呢 而那些房子 反過來 我就偏向住那些 四十多年樓齡那些 但是 其實現在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審計署那些 報告支出 房署的偏配 都很亂農 看回這件事 他都知道 都是亂農的 就著這件事 因為 特快公屋偏配計劃 一向都是 派一些 不受歡迎 或者叫做 層數坐向 可能隔壁對著 垃圾房 炊圓崩難臭 那些 比較差的單位 如果 你向房署提交了 這個要求 他 就可以 向你申請 即是會給這些 但是 這個港媽都說到 奇怪 我明明 都沒有參加 這個特快公屋偏配計劃 為什麼房署 你又給我這些 房子 所以 就住這些事 真的 你給人感覺上 房署 是否真的 為了 有人這樣說 報紙就寫 擲銀食 那些屋 你不對 沒有了 你的機會 有幾次 我擲完這個 給這個 正所謂 全部都是這樣的 生果不用選 不要說沒有一個好的 難一點 少一點 所以 就住這件事 房署 好像 被人感覺上 現在很大問題 當中 裡面 牽涉的東西 除了 它是將很多 叫做雕吉的單位 第二 就是 很多 一些不符合 現有 現在的 世代的屋 還留在這裏 它是否應該想 或者叫政府 如何撥些資金出來 如何去 減低 這些叫做 share 共用廚師的單位 還原它 變成正常的單位 起碼 那些單位 又不是特殊凶宅 不受歡迎 你可以正常的編排出去 加快輪候時間 反正你棄屋 都棄在這裏 收回來 一整年都沒有用的時候 不知道 因什麼解救 房署 就說是正常的 政府更加需要考究一下 是否真的正常 我覺得 這些都不是一個正常事 如果 你還原好了 所有的裝修 好嗎?不要聽 你還是隨便 煽陣灰上去 門門鎖鎖 沒有爛 就算數了 然後給租人士 自己處理 這些 為什麼又不快 去派給別人呢 至於那些 吉的單位又怎麼辦呢 那些 空宅 也好 什麼宅 看看政府怎麼處理 因為始終 華人 對這件事 都有點避忌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上樓 如果正在排行的 不要想太多了 謝謝 拜拜 拜拜